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搞机作战室 今天以机械师星辰15为例 给大家详细讲讲电脑重装系统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期教程分为三部分 1.系统盘制作 2.系统安装步骤 1.系统安装准备工作 1.准备一个容量至少8G可使用的空优盘 2.在浏览器搜索Win11下载 找到微软官方网站 3.进入页面后 找到创建Windows11安装 点击立即下载 下载成功后 双击打开程序 点击接受 4.随后它会进行准备工作 5.选择合适的语言 体系结构和版本 即可点击下一步 6.选择U盘 点击下一步 此电脑已识别备用U盘 然后点击下一步 7.此时就进入准备工作 开始下载Windows11 这个需要一些时间 下载完成后 会显示你的U盘 以准备就绪 点击完成 然后会进行U盘的制作 制作完成后 页面会自动退出 此时就可以拔出U盘了 2.系统安装步骤 注意 重装系统会对原系统中的所有文件 有删除影响 如电脑硬盘中 有个人重要文件 建议联系专业人员 做好备份工作后 再重装系统 1.将U盘插上星辰15 USB接口 按下开机键 键盘背光亮起 然后快速多次按机F7 进入BIOS界面 通过上下键选择 刚制作的系统U盘 然后点击回车键确认 不同型号的 启动窗口页面 会有所不同 机械师笔记本电脑 绝大部分型号 都是采用F7键 或者ESC键 作为系统启动按键 各位既有参考下表 对号入座即可 2.进入系统安装程序界面 可见默认选择了语言 时间 键盘等 直接点击下一步 3.点击现在安装进入程序 然后点击我没有产品密要 根据自己电脑的原先版本 选择合时的操作系统 本教程以家庭版为例子 4.点击我接受许可条款 再点击下一步 再选择自定义 仅安装Windows高级5 选择合时分区进行安装 然后点击下一步 6.此时电脑就进行安装了 待完成后 点击立即重启 需要注意的是 重启过程中一定要拔出U盘 7.安装完成后 填写Windows信息 即可进入桌面 新系统引导流程这里 就不多给大家继续讲解了 相信大家购机时 都有过类似的操作经验 或者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星辰15开箱验货教程视频 有相关引导操作 教程的最后 再给各位既有提个醒 新安装的Windows11原生系统 是没有包含显卡等硬件驱动的 建议大家进入新系统后 先通过Windows检查更新方式 完成系统 初次主要补丁 与驱动程序的联网更新 然后再使用 下面是路径 好了 以上就是机械师 星辰15系统安装 初次开机使用全部教程了 对于这个教程有问题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怎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